今天是審這種法案 這種法案你當時審也是可以 唯審又開臨時會 這個法案都沒有出來 所以剛才由李委員的解釋 跟聽剛才國民黨坐的那些公法 我們來做一個比較 剛才國民黨那些委員坐的那些 開記者會說 蛤 七年來民生經濟什麼 你告訴我李法院 你國民黨有要生民生經濟法案嗎 你去開臨時會 在審這種什麼心計法修正案 為了馬英九 好 自己李委員想得比較虛弹 說不是為了馬英九 後來也是為了審中庭 國民黨當時會去拿審中庭 想這個東西我也很奇怪 李馬英九自己的價格 看不可以審中庭去追 這樣才好算 哪有可能我在審這案 也是為了審中庭 不需要說這種話 我們今天做立法委員 老百姓九歲金 人民子民高 新委立法委員應該就了解 所以說立法委員 大家人民願望的 你們做的問題是什麼 立法委員選出來 不是說只有一個高齡 還是有一個政黨 你才抵抗背 是所有人來想 所以我想像李委員 這麼理性的一個委員 應該深奈也知道這樣做 不是國民黨應該做的正道 你自己開臨時會的目的 加班 我看那個沒辦法 已經假期了 好像十幾天 到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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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他跟我們擺中選會做這件事 也是一樣 不能假 這種都是從外面來騙老百姓 你看看我們委託人 我們跟他加班 臨時會自己來來參 那天也在說 不是委託立法委員 我們加班沒那麼薪水 這種浪費社會成本 無形中是浪費多少 案都董在那裡 這樣叫都沒有浪費社會成本 我想不管是拿也好 親的也好 這次在講這個 到底為什麼 國民黨要提出一個審計法修正案 真的是為特別廢除罪話 純粹為馬英九的2008 在排除路障而已嗎 那麼這兩天大家討論話題 都在解嚴20週年了 那麼結果現在演變出一個 所謂的國民黨 當年都是在殺人強姦 這樣的一個論調 這個論調引發藍軍的不滿 所以要來告綠軍了 所以說藍綠各有立場了 那麼莊委員 那麼剛剛也聽到了 徐委員說講的都是事實 有什麼不滿意的 那麼所以解嚴戒嚴這一段時間 這一段歷史的一個功過 其實很難去 現在在不同立場的人 都認為各自有各自的講法 怎麼去評斷他的功過 那麼現在打擊口水戰 又是因為選舉 所以口水戰可能會持續打下去 我告訴各位觀眾報告 郭民黨在台灣的這個概念 38年 世界地獄 這個概念有什麼意思 就是說政府在當中在勵前 不然就像當中在戰爭的狀況 對外戰爭 他要來蓋嚴 維持非常時期的次序 通常人家是半年一年 不然戰爭過就過了 一年都38年 這是世界紀錄 但是這38年所有做所有 是破壞人權白色恐怖 西蒙 抓去軍營的索理 雖然各種版本都有 但是索理都很嚇人 這對任何一個角度來看 政府 任何款的政府 都不應該做這種事 所以他沒有任何理由 來合理化這種戒嚴 所以夏拱林賢西 只不過把這個事實 戒嚴那時候 搜索搜尾 郭民黨搜索搜尾 這樣講出來而已 用這叫做造口業 強奸說我跟大家報告 大家知道有一個名詞叫做強奸名義嗎 這強奸名義不是大家在想的 真正的我強奸 今天郭民黨委員在講 什麼慰安婦 已經都離題了 你知道嗎 強奸名義的意思就是說 你徹底扭取了名義 強奸說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郭民黨今天提出 合理化的解釋 你事實上是在強奸 當年的這樣的一個意見 強奸當年的這樣的一個事實 那個並不是那種 大家想像的那種性自演 所以我覺得這要提告 我覺得這是莫名其妙 也是非常缺乏反省的一個行為 尤其這種概念 它所造成的這些不行 所造成的這個國家 在民主不會進步 另外我剛才拿出來 我覺得很可笑 我們國家在解釋以後 尤其李政兵總統當政這十二年 尤其李總統他自己信任 他說寧靜革命 我們不流血革命 我們沒有流半滴血 不像東歐國家 不像共產國家 在瓦解的過程 威權體制瓦解的過程的時候 都是經由革命 但是我們現在 途頭還要想 有時候他見面 一次清乾淨以後 是非公道得到了釐清 歷史得到了正確的一個面對以後 這事情 你看 國家的轉型正義 轉型的過程 都非常的順利 我們國家 就是這十二年 那時候 李政兵這段時代 因為非常的人道 非常的用民主的這種關懷 這樣去錄的時候 結果 現在我們看得對 過去 威權時代 扮演那些擦肢磨粉 甚至當打手的這些角色 今天化化妝 換換衣服 搖身一變 他們也變成民主的推手 以前你反對總統直選 說要贊成委任直選 現在 他要跟人來抵選總統 所以我覺得 這是時代的諷刺 我一個提示 我用一個詩詩跟大家講 東德在解體的時候 東西大家還會記得 那時候柏林圍牆倒塌 中國怎麼處理他們 這轉型正義你知道嗎 他們就公布了整個史實 在他們那時候威權時代 在共產黨時代 這些東德裡面 哪些特務 哪些軍人 哪些司法單位 搞得哪些破壞人權的這個事實 全部都把它公諸於是 因為他們檔案保持得很完整 公諸於是以後 當地很多人嘻笑你知道嗎 為什麼嘻笑 忽然發覺在旁邊隔壁 他的股工 他的朋友了嗎 但是這種心理治療很快就平復了 大家用一種寬容 原諒的心 把歷史的事情把它解決掉 但是那時候 措施了這樣的一個機會 沒有讓這些人真正的面對歷史 來好好反省 郭敏東我覺得 今天他真的沒有確實的 在好好反省這件事情 好好的認錯 好好的面對 然後還托詞 都用了很多合理化的托詞 說那時候戒嚴是要為了 為了不讓共產黨過來 那時候戒嚴是為了什麼經濟發展 這都是胡說八道 因為戒嚴不必要一戒戒38年 這一轉世界鐵真真 這是非常醜陋的一個事實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去面對 郭敏東不必要 站在那裡翻到頭來 抓住人家一個偉意 這個偉意強姦這二 蘇西現在很廣泛在使用 用強姦名義扭曲 事實上他是指一個扭曲 這樣也沒辦法 你看看這種的 這種的政黨 他有沒有悔悟之心 你說民進黨七年來做什麼 我待會跟你回答 現在用時間我待會跟你回答 好 我們廣告回來 我們再給李委員來做回應 但是我們來看看 這二十年的一個戒嚴的 這一個功過到底 我們該怎麼樣來看待他 那麼昨天最新講話的是誰 前總統李登輝 他是不是最有資格講話的人呢 為什麼他左批 國民黨 右黨 沒進黨 結果兩黨今天沒人敢有話來說呢 我們稍後回來再來看 今天詢 李登輝 跟視兵